二十四孝第二集,细于双金 这个顺序我们不在意啊 包括二十四,还有更多 以及有现代的二十四孝 有人说讲现代的呀,更更实用 当然可以,但是我们说古代 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做的都好 现在这个流于形式表面,这个身都不够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上目鼓风 取其上者得其中吧 说的是周朝一个人非常孝 年纪已经七十岁了 然后对父母怎么孝呢 就是穿上五彩花衣,装成小孩子的样子 给父母端洗脚水,还假装摔倒 然后大哭,挖挖 为什么这样 有人说他是个傻子 傻子我们还就不假 在父母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 永远比他们小二十岁 所以他们都喜欢我们小时候的样子 你看人呢,小的时候 包括动物,包括所有 都是很可爱 小猫小狗,长大以后就不行了 就开始挠人咬人了 人,翅膀硬了,想干什么干什么 跟说小的时候 这个人不光是可爱,善良 比如说人性本善本恶,他也有欲望呢 那欲望比较小 这个一时足矣 即便是一来身手,翻来斩口 他自己不能活 那也是 比起这个现代人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修到 要修到婴儿的那种状态 就是老顽童,你看他就最厉害 是吧,东街系都拿你为个爱不行 然后,这个樊普归珍,何发通言 就是回到那个婴儿时候 那个身体里边 有猪内心猪一外 他自然也是这种性格 很多表现 所以说,难得糊涂,假装糊涂 不是说他真不懂 他真不懂,那活一辈子也白活了 所以你看娃娃脸的人 他就好骗,很好哄 容易被欺负 但是他内心比较善良 真正 因为天地赋予我们 这个生命 刚开始 你看刚生下来都白白棒棒 但是就随着污染 随着各种 尤其现在各种思想气场乱 好,我们够三分钟就好 以后我也不多说了 大家也都不看 也看不完 这样 点赞收藏又能怎么样 转发一下吗 评论一个吗 一起宏道吗 讲得好不好 喜可 氏 20 3 3